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高分文艺片《肉与灵》 影片的开篇就是两只鹿在森林里相遇 熊鹿亲近此鹿,此鹿却避开了 很明显这不是两只随便出现的鹿,而是有隐喻含义的 男主安德是一个左手有残疾的屠宰场财务总监 漂亮的女主玛丽卡是新招来的质量检测员 性格孤僻,还有点强迫症 思考极其理智 这样的特质让男主在云群中一眼就看见了独自一人的女主 并且尝试与他搭讪 但是女主一定是个聊天杀手 刚一开口就接男主的伤疤 说他残疾的手臂吃呼撞的东西比较方便 男主只好极其尴尬地结束了对话 女主到家之后就开始模拟两人的对话和心理 不得不夸赞他超强的记忆力 女主后之后觉得察觉到自己伤害了男主 夜晚入睡之后,女主又梦到了路 很快警察就来了 是因为屠宰场里的交配粉失窃 警察推荐了心理医生为屠宰场里面的人进行心理调查 安德对医生说出了自己的梦 梦见自己是一只鹿 在林中漫步喝小溪水 还有另一只此鹿 然而他们并没有交配 只是鼻子碰在了一起 大家的梦都不一样 然而女主也梦到了自己是鹿 还吃了整片的熊鹿给的叶子 心理医生认为他们两个在开玩笑 就把他们两个单独叫在了一起 女主听了录音之后知道了男主的梦 第二天女主主动跟男主一桌 男主却跟女主说自己昨晚什么都没梦到 女主走了 之后男主还是坦诚的跟女主说了自己的梦 之后日夜交替 两人又梦到了自己变成路 第三天 两人分别把自己的梦写在了纸上 对了一下 发现是一样的 相视一笑 觉得很开心 相约晚上再见 之后男主给女主自己的电话号码 而女主则告诉男主自己没有电话 男主以为自己遭到了拒绝 女主在梦里未见到熊鹿 两人之间上演了一进一退的戏码 女主买了电话之后给男主打电话 邀请男主一起睡觉 别乱想就是那种各自家里面自己睡自己的 男主心中高兴邀请女主一起去吃饭 女主答应了 女主心里忐忑 不知道要怎么出席约会 在清洁阿姨面前 承认自己就是去勾引男人的 阿姨一番嫌弃之后 还热心的教他怎么好好走路 男主邀请同一个房间睡觉 然而却是那种一个睡床上 一个睡床下 两个人都没睡着 居然打牌到天亮 裤子都脱了 导演就让我们看着这个吗 一起去吃饭的男主想要触碰女主 女主却躲开了 男主当然觉得心塞 女主想要试着改变自己跟男主在一起 所以面无表情的吃着东西看着A片 这副冷静真是让人无地自容 还去咨询姓氏 听恋爱音乐 学习怎么和人接触 女主做好了心理建设之后 提出要真的去男主家睡觉 男主却拒绝了 简直看到我都替他们着急 女主伤心过度 一边割腕一边听歌 盘片播放器又出现了故障 这分明是好兆头啊 男主及时打电话来 女主手都没包扎 就通着电话 一到默默唧唧之后 男女主终于互相表白了 女主粗暴的包扎好自己的伤口 去医院看了一下 就赶紧去找男主了 一段没有任何吻戏 女主面无表情的床戏之后 两人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醒来 两人吃早餐时 都没有梦到路 真的做到了灵与肉的结合 有心灵的交汇 再到肉体的结合 这样的灵肉合一 也是很纯爱了 可遇而不可求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戏不见不散